路口出好幾名年輕人鬼祟徘徊 下一秒竟然當街把五個人強壓上車 直接開離現場 事發十七號半夜十二點多 新北新莊復興陸二段上 其中三名被害人分別是 四十一歲沈姓男子 四十八歲鎮姓男子 以及四十四歲沈姓女子 他們當時是到朋友阿文的住家 一共五個人聯手設局炸賭 為炸賭設局 而邀請馮姓祖賢參與賭博 獨客是三十歲竹聯邦大哥 馮姓男子在玩推筒子的期間 頻頻輸錢 當場抓包他們炸賭 一氣之下撩了好幾名小弟 九名二煞將人強壓到南港 一出地下室 持工拘毆打並且強迫簽下本票 交付一百二十萬元採放人 於二十二日上午八十許 持居票自新竹縣 居提馮姓祖賢到案 也在其住處 車輛上查扣 現金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五百元 及棍棒 事後五人到警局報案 警方巡線追查 組成專案小組繽紛多路 最後分別在新莊跟新竹 逮捕祖賢跟八名共犯 虛後依傷害妨礙自由等罪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警方巡線